路加福音第九章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对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拐杖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无论进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适 门徒就出去 走遍各乡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纷纷的王西律 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 就犹疑不定 因为有人说 是约翰从死里复活 又有人说 是以利亚显现 还有人说 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西律说 约翰我已经斩了 这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 就想要见他 使徒回来 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就带他们 暗暗地离开那里 往一座城去 那城名叫博塞大 但众人知道了 就跟着他去 耶稣便接待他们 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 医治那些虚医的人 日头快要平息 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 去见素找吃的 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 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不过有五个饼 两条鱼 若不去为这许多人 买食物就不够 那时人数约有五千 耶稣对门徒说 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 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门徒就如此行 叫众人都坐下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掰开 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就吃 并且都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 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篮子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 门徒也同他在那里 耶稣问他们说 众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 又活了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是神所立的基督 耶稣 切切地嘱咐他们 不可将 这事告诉人 又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丧了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 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 并天父与圣天使的 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 当作可耻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神的国 说了这话 以后约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 约翰 雅各 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 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 都打盹 既清醒了 就看见 耶稣的荣光 并同他站着的 那两个人 二人正要和耶稣 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 父子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他却不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里 就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你们要听他 声音住了 只见耶稣 一人在那里 当那些日子 门徒不提 所看见的事 一样也不告诉人 第二天 他们下了山 就有许多人 迎见耶稣 其中 有一人喊叫说 乌子 求你看顾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 他被鬼抓住 就忽然喊叫 鬼又叫他抽风 口中流没 并且重重地伤害他 难以离开他 我求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耶稣说 唉 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 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将你的儿子 带到这里来吧 正来的时候 鬼把他摔倒 叫他重重地抽风 耶稣就斥责那乌鬼 把孩子治好了 交给他父亲 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 耶稣所做的一切事 众人正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不明白这话 意思乃是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 门徒中间起了议论 谁将为大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 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便为大 约翰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使者 在他前头走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 雅各 约翰 看见了 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 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 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 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理 又有一人说 主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 守扶着离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